以前就是从小到大接触的人事物 加上我读书啊 然后在学校 都跟娱乐行业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对我来讲都是很奇妙 然后完全都没有想过 就是可以踏入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旅程 每一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 甚至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就是我现在人在香港 然后我今天在拍DISON 我就觉得我今天又有这样的一份美好的工作 以前会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 然后少的一种归属感 但是现在就是慢慢开始就觉得 很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去哪里做工就去哪里旅行 因为我妈妈跟我姐姐超爱滑雪 所以我们时常会选择出国 会选择那个地方可以滑雪的地方 坦白说我到今天都还是跌的乱七八糟的 然后会知道怎么跌 会跌的比较舒服 怎么跌会跌的不痛 就是这些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很专业 但是我现在都很享受那种冲的感觉 在冲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要去想 然后什么都不要去害怕 那个感觉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 先冥想一定要先冥想五到十分钟 你让全身整个人先静下来 然后我再做轻瑜伽 二十分钟的轻瑜伽 把全身的筋都拉开 整个人都放松了之后 我就会开始做十分钟的核心运动 我觉得运动可以培养出一个人的毅力 有时候如果你连你自己的这种小目标 你都达不成 你要怎么去完成 你想要真正做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我不够忠于自己的话 我应该就没有办法走到今天 就是我觉得一路上 虽然会有很多自我怀疑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害怕 面对任何的未知跟挑战 感恩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